要執行智能跟隨時 首先飛機必須飛高3米以上 這時候選擇在智慧飛行裡面 選擇智能跟隨 然後框選你所要的目標物 然後按下OK 這時候飛機會頭朝前 往前飛行 避免障礙物 所以大部分的時候 飛機都是跟隨在人的背後 所以只看得到背影 這時候如果在設定裡面 把智能跟隨的時候允許倒退打開 這時候飛機就會開始倒退飛行 要特別注意 飛機的背後並沒有避障礙的功能 所以如果飛機倒退時 裝到障礙物 就要算人為的因素 自己負責 那在跟隨的時候也可以利用搖桿的左右方 在跟隨的時候 一邊整個飛機是順時針或逆時針環繞 跟隨的同時 那這次這個智能跟隨也可以在螢幕上直接點選這個順時針或逆時針旋轉的滑桿 同時可以選擇這個環繞的速度 那環繞的過程中也可以同時改變半徑 還有這個飛機的高度 然後被跟隨的物體會保持在畫面的正中央 那這時候整個運鏡的手法就會顯得非常的華麗 好 那我們接下來來試的是智慧跟隨 裡面這一次也提供了除了正面跟這個倒推跟隨以外 這次也提供了一個新的平行跟隨的功能 那平行跟隨的時候 飛機會側飛 然後鏡頭永遠對著目標物 然後飛行側飛的軌跡會跟你這個移動的軌跡是平行的 好 所以如果要騎腳踏車啦 或者說跑步的時候 其實就可以利用這個平行跟隨的模式 讓這整個飛機自動在你的這個側面來跟隨 好 當然側面也可以在正側面 也可以稍微在正前方一點或後方一點點 好 但是整個飛機的飛行的這個路徑 就是跟你移動的路徑是平行的 好 這是那個平行在智慧跟隨裡面的這個平行跟隨的功能 好 這是那個平行在智慧跟隨裡面的這個平行跟隨的功能 好 那接下來最後還有一項這一次新的功能 好 最後一個功能就是這一次智慧跟隨裡面有這個焦點鎖定的功能 好 焦點鎖定原則上就是這個無頭模式加上這個雲台鎖定 在這個焦點鎖定的模式下 好 原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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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搖桿的這個航向已經被鎖定 所以當你把飛機 鎖定的方向去做航向的移動的時候 原則上飛機就是固定的航向 但是這時候這個雲台 還有相機會永遠朝向 你這個被跟隨的目標 所以這個就是過去雙控才能達到 就是飛控手直接飛飛機 然後另外會有個雲台手去鎖定這個目標物 那目前這個雲台手已經被這個電腦所取代 所以它會永遠跟著這個鎖定這個目標物 那你只要專心的把這個飛機的航線 把它飛好就可以 不過經過測試以後 發現就是說這個你的航線 如果比較偏接近這個被跟隨物體的附近 或正上方的時候 整個這個運鏡 這個鎖定的這個鏡頭的轉動 比較不是那麼順 所以航線最好是 規劃的時候 比較遠離這個被跟隨的目標物遠一點 這時候這個雲台相機的轉動 會比較順利一點 那這就是這個 焦點鎖定的這個功能的介紹 居民 冷藏 1 3 3 反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